這次有便宿嗎 沒有 幫你做這個便宿嗎 好 雲林台西這一處四平大鐵皮菇 一家四代同堂 阿祖阿嬤姑姑跟一個小五男童 在善心人事的幫助下 2020年底有了全新的面貌 但兩年過去了 鐵皮菇已經已為平地 顏框都紅了 這人家叫人家 那麼多義工 十五位的養君 義務到毛邊的 社群就好了 當初幫忙的志工 覺得非常可惜 兩年前小五男童寫信給村長 說阿嬤靠幫別人修改衣服 勉強糊口 但鐵皮菇神秀漏水 希望有人可以幫忙 改善工作環境 但當初出借土地的熟光過世 繼承人把土地收回 鐵皮菇只好拆除 你要說什麼 人家的家人 要不給我們 不給我們也沒辦法 一家屋口住在四十年老屋 阿祖高齡九十歲 阿嬤身體不好 男童父親剛出獄 行動不便 姑姑也無力工作 男童也還在念書 每個月只靠之前的善款 跟低收入戶補助過活 就快過年了 希望外界伸出援手 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記者 亮兵 崇爾里雲杰 影音報導 我是陳怡榮 波報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彭內的第一線 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 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和開啟小鈴鐺喔